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来到第25节课的内容 从本节课开始 进入到8年级下车的内容 这一部分内容其实并不多 主要讲中国的四大地理区域的 不同板块的自然地理的特征 那我们选取了这五大区域 这四大区域当中的五个主题 分别给大家扩展 也就是说这一学习内容 一共就五个小节 那我们来重点 看看哪些重要的五个小节 第一个部分叫做东北地区 那东北地区呢 它是属于北方区的这个东北部 然后在北方区呢 我会选两个主题 一个是东北地区 第二个是黄土高原 好 那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个南北的南北方的分界线 淮河 秦岭淮河 这个北边称为北方 然后它的南边称为南方地区 从这里大兴安岭 然后沿着长城这一带线 然后一直到乌梢岭这个位置 被称作西北地区 大致的范围 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了 新疆的一部分 甘肃的一部分 然后这个内蒙古的一部分 然后清藏地区主要是靠这个海拔 对吧 这个突出它的特征 那这是四大地理区域 在东北地区的一个点上 我们看东北地区 地理的特征用一句话概括 就是山环水绕 卧野千里 山环 山是怎么环绕的呢 首先西边 这个有一个大新安岭 对吧 然后在这一边 有个小新安岭 在这一边有个长白山 长白山 所以说山面环山 好 山环 那水绕呢 水是怎么绕的呢 水绕我们下一页再讲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 卧野千里是怎么回事 卧野 东北平原有 松楞平原 这是 这个松花江 这是楞江 他们共同交汇的这一片区域 叫做松楞平原 那这南边有个辽河 然后形成的这个是辽河平原 好 辽河平原 再加上这边的这个山江汇河的地方 山江平原 共同构成东北大平原 所以说卧野千里 是东北地区 你会发现起码百分之 一半左右吧 是平原地带 对吧 再接下来看看水绕 那水在东北地区也是够丰富的 辽河 辽河平原 楞江 是松花江的一个支流 当然松花江本身又作为黑龙江的支流 那其实楞江的长度 比松花江的这一部分的长度还更长 好 只是说呢 这一部分他们叫松花江 他也叫松花江 然后刚好那这一部分更长的一部分 叫楞江 但是呢 他又注入到人家两个加起来 就比他长 对吧 所以说 如果松花江要是聪明一点 或者说他他喜好长度的话 他要把自己长度增长的话 那把这一段当作支流好了 把这一段当作松花江的上游 当然这是个开玩笑了 在习惯上人们仍然把这个楞江 这边叫楞江 然后这一边就是松花江 这个感觉像是啥呢 一个人在劈叉明白了 这个腿张开一直落在地上劈叉 好 这是这个松花江和楞江 这是辽和 然后这个鸭绿江 鸭绿江呢 在抗美援朝的时候 非常的有名 这个凶啾啾气昂昂 这个跨过鸭绿江 对吧 中国人民这个志愿军 从东北进入到朝鲜战场 那这也是中朝两国的结合 中朝两国的结合 在北边一点点 这个地方叫图门江 图门江的名气没有那么大 那这三江平原这一块 要重点说一下 松花江流入到黑龙江 黑龙江本身也在这一片 那这个边还有一个乌书里江 乌书里江这里构成了三江平原地带 三江汇圆的地方 那中国领土的最东端 其实就是黑龙江跟乌书里江 这个主航道交汇县的这个地方 因为这里是这个国界线 所以说就沿着河的中间线来划分的大体上 好那水绕的问题 最大的水是黑龙江 黑龙江的两个支流 乌书里江加松花江 好松花江又有一个支流叫楞江 然后呢 加个辽河 因为它带辽河平原 然后这边的结合了解下去 像鸭绿江和图门江 OK水绕已经解决了 接下来看看这个东北啊 是中国前面我已经提到共和国的长子 这个老工业基地地位非常显赫 好这里显得有点凌乱 大家看看这边文字清爽版 石油工业基地最典型的大庆油田 对吧 煤炭工业基地 在这一块的煤炭是比较多的啊 在这个 辽宁这一块有很多的煤炭 然后机械工业基地 重工业当然涉及到机械了 化学 对啊 石油化工 钢铁 野金 那有煤炭 有煤炭 然后这个就很容易 还有钢铁厂 那这边 这边还有大型的这种钢铁基地 所以说它既不缺这个铁矿石 也不缺煤炭 那野金 钢铁野炼很容易 所以说最后就形成这几大 这种重工业的典型门类 那哈工大曾经是神一般的存在 什么叫哈工大呢 哈尔滨工业大学 哈尔滨是这个黑龙江的省会 它里面的哈尔滨工业大学 曾经最辉煌的时候 比这个清华北大更受人欢迎 它代表了尖端科技 代表了国家重点扶持 好 所以说哈工大神一般的存在 当然它现在就是远远没有 北大清华这么受人欢迎了 对吧 东北老工业基地也开始没落 那国家的战略就是要想尽办法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那这个问题呢 还有点严重 好了 那本节课内容呢就到这里 希望各位同学 这个认真努力继续好好学习 我们下节课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